大家好,冰冰 我们刚刚吃过早饭 现在的位置呢 在山东的围坊白浪沙湿地公园 等一会儿呢 我们都要出发去滋国了 大家也能听到外面 嘻嘻嘻嘻嘻的下降雨 哎呀,外面的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星哥 这个小家给了我们不少安全感 哎呀,妈 教我,教我一后背 我们现在就准备开车走吧 为什么要下雨走呢 外面的雨好大呀 看你发气都刷得这么快 这就是我们房车亭的位置 它的右手边呢,有卫生间 很阔气啊,五星级卫生间 这边水是可以使用的,100度 就在资格是这样是吧 卫生间全有认为 哇 好 但是全都是公共的,所有都公共的 居住他们都可以 好 很不错 整个人都可以 行 其实我们停车的这个地儿呢 叫 巷凤河湿地公园 这边有洗手间 还有热水 这个地方租车很好啊 附近有个水果批发市场 我们先去买点水果吧 这好边家里什么都没了 而且附近还有吃的 还有想吃 还有甜蜜 我附近全都是烧烤 烤烤样 这么多烤烤 还有卤菜馆 走吧 刚才下车的时候 跟我们隔壁的一个车友聊了一下 他说自博的人特别的好 特别的热情 还有环境也特别的好 对我们房车车友是挺友好的 但我就想了 如果要是有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就更要珍惜 不要乱丢垃圾 不要织棚 也不要晾衣服影响湿容等等 就来的时候什么样 走的时候怎么样保持好 这样的话 才有我们一席之地 去买点水果 身边吃点好吃的 我们到了 这个市场的招牌还挺大的 这个市场不小 应该往右轴还往左轴呢 往左边吧 这边都是大型批发 是芒果吗 老板这是批发的还是零售 一批发又一扯 你帮我挑两个呗 两个芒果 那大秤是成 这边大材小用 老板我能撑个重吗 可以 我撑一个 我给你看 直接上就行 可以了 可以吗 冰冰卖的值多少钱 对 我看完了 好了 行 多少 100一斤 我胖了 1075 太胖了 你看人家都一车一车了 咱就买两 老板说你买桃子买一个两个 它不见得能卖给你 咋卖的老板 这个是六十五 六十五一间 六十五一箱 六十五一箱 一箱我能 我能买那个小买点吗 我自己吃 不理不理卖 这边都没有散的 谢谢 谢谢 我们太饿了 就是随便在市场出门来拐了一家 找到一家饭 你星哥点的是黄焖鸡米饭 我点的是半冷 半凉面 大哥大姐们给冰冰推荐 好吃的烧烤的 我给大家看看星哥 前段时间在家里的时候 买了好多东西 是败家 败家老爷妈 这么多东西都是什么呢 首先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怀旧系列 大家看 这三个设备 它是计辟的这种配色 紫色的按键 灰色的机身 我目前最喜欢把玩的就是它 这个叫 米优 Mini 这款是2.8英寸屏幕的 一个小掌机 全贴合版本的 你就是喜新研究 有个switch还不够 还弄这些花里头上的 还有多小 一个手就可以玩 可以唱玩PS1以下的游戏 我就想知道 到底入这些总共花多少钱 这个东西很便宜的 200多 但是现在海鲜市场上至少要400 500了 这为什么叫海鲜市场 因为已经没有了 已经停产了 接下来这一个呢 是周哥的353vs3.5英寸的 可以玩DC以下的游戏 机能稍微强一点 手感非常不错 它有双摇感 这个我知道手感不错 所以要抱着它锐 然后在那按按钮 吵死了 它其实说白了这种啊 也属于电子垃圾 但是对我来说 喜欢呢 就觉得它是属于电子温玩 那你为什么要买垃圾回家啊 它可以盘 一个手盘 包奖 对按按钮 你有了复古游戏机 如果说你想双打呢 哎 这边还有一个小手柄 接上之后就可以两个人玩 可以连接到这个派的上面 接下来展示的 我这个是派的 这个派的呢 叫Yuga派的Pro 它为什么叫Yuga呢 哎 像瑜伽一样 它是一个手提包 哎 过来这还可以看电视 它虽然是一个啊 骁龙870的平板 但是它最神奇的是有一个 HDMI印的一个接口 非常神奇啊 2021年的产品 两年了 至今还没有竞品出现 有了它之后可以干嘛呢 哎 Switch HDMI接到底座上 就可以接到它了 可以直接进行游玩的 我展示一下 你那个平板花多少 这个 对 这个1000 这么多的设备 电从哪来呢 就是它了 一族充电宝 一共电源啊 可以说非常轻巧 我就认为它是个充电宝 应该说我 就是这时候留了长头吧 之后吧 然后我一吹头发掉满地 它就嫌弃我 我左手拎一个这个 右手拎个吹风筒 我就在户外吹现在 幸好它够小 不一会就脆干了 就省着混混污了 它其实功能挺全的 大家看一下 它有四个按钮 DC USB AC和LED DC就是这边 可以接12V的供电 我呢有一个 车载的这个充电头 把它接上的话呢 也可以进行扩充 这边呢就是 三个USB-A 和一个Type-C 最高的话支持100W 这边呢就是 AC电源了 220V的 350W最高 这个灯也非常好 我开一下 户外的时候就可以 我们拿桌椅板那儿在外头 有一个塔就够了 它长得好像一个小印象 那么大 这边是一个3DS双屏的 上下都是IPS的屏幕的 这个 懂得 我怎么没看见你玩呢 玩 玩 这个 这也是一个收藏品了 它有螺眼3D功能 它这个Type-C100W 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明明 是可以给你的笔记本 也就是说 你这个Y9000P 玩 模拟人生的时候 这个笔记本是1800 你忘了多少啊 买的时候很贵了 这个Y9000P呢 它也可以支持100W的 pd充电 所以说你完全不需要用液变器 直接一线 就可以脸上尖使用了 你也可以唱完你的模拟人生词啦 兴哥的充电宝 一共入了两个 还有一个小的 嗯 这个只有一万毫安 大家能看得出来 我有多喜欢怀旧啊 它是一个磁带形状的 非常漂亮 两边都有充电头 这是给冰冰准备 这个容量就大了 303瓦时 那也就是和0.3度 和充电宝5V的话 大概是8万左右 哎兴哥你把这个打开 像一个包一样拎一下 现在这两个包 一个是兴哥包 一个是我包 你这是没少入啊 我的房车装不下了 换房车了 拜托网友们一件事 大家帮我看 记情了啊 这一个长这样 长这样 什么这个这个 这都是我的宝贝 长这样 这个是长这样 这个本是长这样 平板 这个衣服电源 总共大家帮我算一下多少钱 然后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 小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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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Century 小来小来小 intervals 别不切就这样了 一件自由行 那你好性情 感谢大家点出关赞 结论哦 感谢观看